更加严格的隔离措施 出台了 10天不可以出门 张不良忙着采购 好了还挺胖的 不知道今天还去不去买东西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越南滨江省 此时此刻的越南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真的了解到了什么叫 人间地狱 非常的可怕 没有医疗 充足的医疗没有 每天的确诊病例 9000多 重症 轻的在家里 重症采不去医院 9000多是什么概念 9000多就是每天 要建15个方疮医院 每个方疮医院有500个床 这样一个小小的国家 没有这个能力去建那么多的方疮医院 就算是有能力建这么多方疮医院 也没有那么多的医护医院 医护人员 真的是太艰难了 医学院的大学生 都到了抗疫的第一线 很多病人生病了 打电话给医生 医院 医院不会来接他们 因为没有冰床 硬了的时候 打电话 就会有人接到那个地方 把他们送到人生的终点赛 去排队 真的太可怜了 鸡蛋 羊蛋 十天的食物 还有矿泉水 矿泉水喝完了 如果不够用 那就很难喝 鸡蛋水了 这里的鸡蛋水很难喝 慢慢的 这是 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 体现了他们的防疫的决心 战胜疫情的决心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做了这么多 这个菜做一次能吃三四天 我想吃的东西 我都没有去写清单 因为已经花了很多钱了 不想再花再多的钱了 我想就是也搬了过来 我丈母娘家那边彻底的封锁了 不可以出去 因为参加的邻居 有确诊的病例 昨天唐姐也哭了 因为她爸妈没有钱买吃的 很多人不是病死的 是要饿死 现在饿死人的风险 远远大于疾病的风险 这是我们的宝处妹妹 美女越来越多了 现在我们家九个 九口银的 也很快乐 你不发装挺好看的 记住海外生活 好看 小素真实越南 喜欢我的视频吗 喜欢我的视频就给你点个关注 点关注的老铁 来越南 我不是给你介绍女朋友的 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 自己都能找到 不需要别人介绍 别人介绍的话 那都是坑 坑你钱的 中介都是坑你钱的 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 不用担心人生地不熟 我是黄哥 我会给你提供一个生活的便利 解决你人生地不熟的问题 你要和我成为朋友 我很愿意交朋友 点个关注没有那么难 桃子 桃子还没有睡醒 昨天我家桃子过生日 还没有 没有